你安裝車子 我安裝車子 電影中 竊賊偷了錢要漏跑進物彩油門 測試破窗而出 這樣的笨賊 現實中也出現 晶圓代工大廠聯電 二月才招美光科技控訴 理職員工竊取一任 製成機密 而聯電大動作反擊 懷疑是商業間諜嫁禍 聯電指控該名美光員工 在2016年4月主動跳槽到聯電 並非高興挖角 且他從美光帶了931個製成機密 竟用USB傳到兩部筆電 甚至還上傳到Google雲端手法拙劣 質疑這個假笨賊根本是要構陷入罪 你會把你偷的東西上傳到Google的雲端嗎 偷有兩種 一種你怎麼偷 就把人給挖了嘛 那有的是在腦筋裡面的啊 所以把人挖過來 他的腦子也不可能把它剁下來啊 不過早在9月6日 台中地檢已起訴聯電 認為這些機密讓聯電在短短兩個月就開發出 創家機因為低潤價格在一年之內上漲了111% 目前全球市占率 航廠三星和海力士約佔七成 而美光則是21.6% 第四季需求仍看好 聯電將著重自主技術開發 而美光則將以提升良率來拉抬產量 專利都是非常重要嘛 他本來就是一直一直往上做提升嘛 工產能 平產值 低潤產業技術保衛戰 還有得大 東森財經新聞劉白淇和坤源 周圍報導